我要報告書清雲3月桌上的資料 這是本案的地籍地形圖 航照圖 這是線控的照片 本案求職在利用計畫提行審查 並依審查決議議辦理後續事宜 好 記憶選主 現在可以請您多接受的時間有多少 這個主席 時間多久 時間10分 時間10分 好 主席 眾人委員 剛剛歷史國務館跟眾人委報告 讓我覺得我們跟歷史國務館有落難秀 一個落難景的樣子 就是我們國務界短期四十幾年了 所以我們剛時提出一個修繕工程 就是公共建設 提了公共建設 進行了兩年後就被佔領了 現在是市立 今年五年就是市立 所以我們依照文資法的規定 今天提法就是文資修復佔領的提法 我們先請建築師為各位報導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負責本案設計規劃的許國建築師 我們今天的報告內容 最主要就是針對我們上次的小組會議 一些結論 一些同意的指教 再做了一些增補 另外我們也會同今天 合拓警官公司來一起來做 因為我們這兩案子當初是分開發包 上次也是長官指示 說我們這兩案子要令我們來審議 所以今天我們會跟合拓公司 一起來做這個報告 今天的報告內容其實有一點多會請我同事 就是盡量縮減 但是因為這裡面又牽涉到上次副局長所指示的一些 跟因應計畫比較相關的一些內容 所以可能等一下會請我同事盡量縮減 那請開始 那現在跟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在修復在利用計畫的 還有後面的元序警官的修復在利用的規劃設計內的報告 我們大概分成幾個項目 第一個是針對上次10月24號的小組會議的計畫的綜藝回覆 然後第二點是修復在利用的計畫概要 第三點是國服紀念館歷史研究 還有第四點是國服紀念館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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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點是國服紀念館歷史研究計畫 第六點是國服紀念館歷史研究計畫 以及第六點 修復及在利用所剩下的法令的檢討幾件 也最後有合作的警官公司來給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的規劃設計內容 上一次的委員的意見 往後提前浪委員的意見的利用計畫的檢討方式 還有附國委員的政論文化資產價值的撰寫的部分 我們都有回應在報告書中 那這兩點稍後也會在警告中 我們可以給各位委員報告 那劉軒運委員的圖測的圖面修正 以及張坤正委員關於歷史研究的部分 我們都有在報告書中做回應 那上次的會議結論的部分 請國父紀念館就本案涉及 建築、消防、法規等部分進行檢討及詳細說明 既然由於現行法規的符簽 跟議員有行貿辦理修復及再利用計畫者 未來仍應循建築、消防及法規及程序檢討辦理 那我們這邊在後續的檢討會跟各位委員報 我們整個法規詳細的檢討狀況 以及我們後來也有去找過建管單位 等後來的後續的結論 那最後一項事情 國父紀念館與本案提請審議會前 古紀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18條 規定舉辦說明會或公平會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正在安排的 市政府文化局共同討論當中 聽一點計畫概要的部分 而全案的修復再利用成 我們目前是符合五 古紀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的規定 在文化資產指定資料的部分 這個在報告書中裡面有詳細的資料 還有包括整個列為古籍的一個 丟成的請各位委員參桌 在文化資產價值的部分 我們有針對文資法第三條文化資產價值做賺寫 並且也有針對公道資料的部分 來重新做檢討 我們定義維持現行的公告內容的原則 但是在補充生化檢討的建議部分 建議國際問題定義至載價值的全總萬元 這個部分和報告書有點出入 所以各位委員參考這個檢討 那在現行都市計畫特定專用區的範圍 紅色框的這個部分 是現在國務經驗的特定專用區 經過我們的檢討之後 我們也是建議維持現行特定專用區的範圍 在現行都市設計管制內容的部分 現行的都市計畫已經有針對開放空間 全身空間等等做都市風暴的管控 那我們也是建議維持現行的都市設計管制內容 然後在未來可能是以國資法34條 還有這個都市設計裡面的管制內容 和都市設計的審議內容為主 那在整個國務經驗管視覺警官 也在檢討方面 我們建議了一個從國務經驗管 讀基本體來向20米到80米的周端的位置 並且分析了整個 這些視覺警官也在整個視角上的差異 在利用事宜性評估的方面 我們目前是並沒有跟動極有使用類組 還有大致的機能 僅僅設備還有裝修的優化 第三點國務經驗管歷史研究的部分 我們這個部分有非常詳細的撰寫在報告書中 目前各位有參考所報告書的第三還有第四章 報告從國務經驗管在構造上建築上面設計的轉折 以及周邊環境土地變成的變化 還有整個工山公園批建提要 簡單來說國務經驗管的中山公園設計是新工處的實際域行 王大宏他是提供概念的草原理 第四點國務經驗管再利用計畫的部分 我們再利用計畫也有針對整體的園區 進行一個再利用概念的建立 包括了中軸線的對稱概念 硬直的概念應該予以尊重 還有整個園區硬幅面的滾圖設計 園區的景觀照明 還有在各個視覺景觀點之下 都有國務經驗管景觀的建立 在建築物本體的再利用計畫方面 我們進行了非常多的既有的構造筆對 我們也是希望這個再利用計畫 是可以再多既有的構造 或是小的合約 所以才能進行 那不復紀念館它在 再利用計畫的部分 這個是它的底層放 在左邊這個是現況的平面圖 然後我們造了一個東西兩側的通透的軸帶 然後這個民眾的活動可以從這個東西上來 然後我們將來的中環上面展開 那在樓上更往上層的再利用計畫的部分 我們對於自由的隔間並沒有太多的改動 那主要是針對舞台還有大會堂的部分 進行油畫 這是樓上的部分 那在大會堂的部分 我們新設了一個線貨坡道還有升降梯 來改善現況的搬運議題 並且也把舞台的空間增加 然後並且一直考量到未來舞台設備可能 所需要新增的結構展眾和新增的結構的頂牆 並且重新設置了觀眾席的整個內套 可以知道它可以符合未來的一個演出 還有升學所具備的專業的場景 並且分析了整個觀眾席的視線的形式 國父紀念館在大太史落成的時候 並不是以專業的升學和表演演出作為考量的 讓我們建議在未來的時候 可以以升學的軟體輔助 並且重新建置升學表演為優先考量的演出場館 在建築物地面的部分 我們建議把外圍現在很大的 這個無障礙坡道的量體縮減 並且集中於一側 並且把底層現在的各個增建物 還有雜物對放全部已設到室內 在照明計畫的部分 我們這邊也有批准專業的照明顧問 在國父紀念館的各個構造 才能做照明的建議 並且搭配整體園區的景觀 做照明一切的設計 第四點修復計畫的部分 我們由整個國父紀念館 目前各個設備的整塊狀況 做非常詳盡的照片還有塗色的紀錄 並且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 24條的內容已經修復原則 並且有分成各個構造 例如說屋頂、地平衡等下去做修復的建議 但結構的部分也是一樣有做非常詳盡的調查還有建議 並且也有依照未來可能的再利用的部分 來做結構相對應的提供 然後在修復計畫的部分 我們也有整個國父紀念館 因為第一次的空間的新舊的那些更迪 我們也做出了兩種不同的修復強度的建議 第六點是相關所設的法律檢討以及建議 目前國父紀念館 雖然也有建築執照、實用執照 並且通過年度消防設備檢修生光域建築物 但是經過我們法規的檢討 原設計就有部分是不符合現行法規的規定 那如果法規的檢討需要改動原來構造的時候 再建議用移民計畫來做排除 那詳細的檢討其實需要以下階段的技術補償商 提送文化物的主管機關來做檢查 第一個部分是土地使用的部分 在土地使用開發檢討 目前國父紀念館的容積率是不符合現行的規定 那初步的它也不要現行排除 但是如果依照基地 61年始造的一定面積的話 那如果以作用地號來算的話 容積率是可以符合建議 那則無需排除 第二點容許使用項目還有建築使用類組合 這個是比較沒有問題的 那它現在國父紀念館在建築管理上面 主要的問題是在於它的大會堂的 逃生的布局破關 就是它的事情太寬了 所以它的逃生布局沒有辦法符合規定 然後四支支撞樓梯也都是開放式的 沒有辦法符合技術規則最新的特案梯的規定 那如果要符合規定的話 就是晃起來的這四支樓梯 全部都要符合特別安全梯的規定 並且在耕梯還有新梯的部分 要新增梯段的同大陸運燃平台 那另外在防火虛化的部分 同向大廳如果要符合規定的話 那則需要設置一小時的防火石銷材 或者是防火鐵捲員 那這個部分 目前依照現的文化資產價值 也是那裡符合建築法令 建議以明計畫做排除 那在建築管理的出入口的檢討部分 國父紀念館目前的大會堂出口 也沒有辦法符合技術規則的規定 但是它可以符合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平台 設施啟燒防設備改善辦法的改善方式 那如果是用這個改善方式的話 這不需要以明計畫做排除 在緊急進口的部分 如果要符合緊急進口的技術規定 那在地面上也要重新打新的開口 那這個部分也是建議以明計畫做排除 在無障礙建築物衛生設備和法定停車的部分 國父紀念館現在的止空樓梯 沒有辦法符合無障礙樓梯的規定 那我們也是以建議以明計畫做排除 在衛生設備的部分 初步盤點經由南小電氣符合規定 其他的部分都有一些差距 那我們這邊也是建議以明計畫來做排除 停車格的部分也沒有辦法符合現行和台北市部管的規定 那我們這邊也建議以明計畫做排除 在消防法規的部分 國父監管先換消防設備均為合法的狀態 那合法的依序請多二人參作報告的內容 那簡單來說現在檢討的結論是 如果空間已計設的消防設備 修復在利用計畫依序設置 那如果空間的新增或者是疑問 依序配合移動或者是增設的設備 那在防火面案設置以及無障礙設置檢討改善的話 這兩個部分是我們目前初步研討起來 比較需要用力的計畫做排除的 那需要排除的部分 我們就洪框在下面的表列成的顯示 那接下來請合作警官公司報告 謝謝 接下來園區警官的部分 在武器聽策範範圍裡面 我們主要調整的是中軸還有硬齒這某部分 那在9月11號的小指科醫裡面 委員也同意 目前的設計沒有破壞武器的完整性 或遮蔽或通道的支援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在上面 在修復在利用計畫裡面 南向主要警官檢討是在大巨蛋 跟遠熊辦公室 這個算是影響國管最大的一個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再 下一頁 所以在我們視覺來講 我們從 因為這個是我們原本的主要 PVD檔這個 原本從170米跟 大概120米的視覺角度來看的話 基本上可以把大巨蛋跟遠熊的視野 一個遮蔽掉 那到了80公尺以後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國管的整體 主體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也是希望說 在前面 仁岸路可以看過來的時候 其實可以先遮蔽掉後面 兩個不良的一個警官 以中軸來講的話 我們設置了雙排樹 這主要還是因應民眾這邊 需求在加熱的時候非常熱 所以我們這邊增加了指代代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國管樹 我們兩排通道變成中軸的話 我們兩邊的綠力可以各增加28米 所以未來國管在這個空間利用上 有更多新的一個契機 那各位看到 我們原本兩條走道 總共寬度是86公尺 現在中軸是30公尺 這個中軸是對著燈堡對著 我們國管前面的階梯 是模組化的一個設計 那在這邊的樹 我們總共增加了40棵樹 那當然樹的未來的移植 或者是培育來講 都有一個完整的計畫 那再接下來20公尺的距離 比較沒有什麼疑慮 因為可以完整看到國管的視野 那在50公尺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右上角 遠球難公路就露出來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的一個水池高度 都是1米4 那前面都是用植栽包覆起來的 所以其實一般人看不到裡面有水池 所以它如果沒有在噴水的話 大概很少人知道裡面是水池 那這個王大同基督師也特別提到說 他覺得很可惜的 這是一個看不見的水池 所以這部分需要做一些調整 那在整個水池調整的部分 我們是參考國大同在鏡頭階段的一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也是一個舉行 再去做切割的 那這個部分跟許醫聰老師 跟王熊聖技術師多次討論 大概定出來是60乘38公尺的一個模組 那各位可以看到 從這個角度 人可以直接走到池的邊邊 可以看到水池的範圍 這個水池的設計 我們還是維持王大虎 原本在武板設計的 斬甲石的一個工法 所以這個水池的高度 大概定在70公分 那它水池跟座椅是有脫鉤出來的 可以讓水不會漸到這邊做的 那水池 基本上水池裡面沒有做噴水 沒有做夜間照明 只有在中間的縫裡面有夜間的一個反光 這另外一個角度 那這樣等於說人走到50公尺的範圍內的時候 其實可以透過這個道理 可以作畫右上角尾熊大虎樓的一個視覺障礙 那我們反過來 從博管往水池看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看到了整個視覺的景觀 其實被整齊化了 下一張 那原本 右下角是原本 有花朴的時候的一個景觀 那現在中軸的指在 加旁邊的指在中軟了以後 故事的景觀更為更為整齊 下一張 那最後在 在施工期間的保護利用來講 我們有設置呈現地 那當然 跟鞏管階梯102的範圍內 我們人工也是手持機具做打除的動作 讓工程對建築的影響 對我們最少 以上的意思 補充一下 那個 今天主要審議的部分還是修復佔優計劃 那 因應計劃剛有提到的 那如果是另外要再審 不在今天審查 那要先說 不是今天 老師可以決定你們那個鞏計劃要怎麼樣 要另外審 還要跟相關的局勢一起 第二個部分 跟委員報告 那今天因為里長的部分都沒有到 那原先前一陣子 要請他們先再跟里長溝通的部分 等一下還是要有個普通說 因為里長比較在意 第一個是原先圍牆拆除的部分 第二個是中軸縣種樹 跟他們的花圃記憶不同 那這個部分是里長也有講的 第三個其實剛剛有講了 那個升旗台並沒有移位 也沒有拆除 這是很清楚的 那這些部分也供委員參考 那室內的部分 上次其實專案會議有討論到 我看他都有說明那個區塊的利用 要是吸引者的部分 另外在營運計劃裡面討論 要跟做四個部分說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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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一下 第一個是 我們之前剛剛有提過 我們原來是一個公共建設計劃 所以之前 我們還沒有被暫定獨立之前 我們不是提督審 好 督審的時候 督審我也建議 針對藍單的部分 他是因為我們全部或部分拆除 所以我們當時的欄杆部分 就是幾乎拿掉的話是回營都市 都審 因為今天文職委員給我們的意見 我們修正之後 我們還是要受到都審的 所以我們國務協議員 對欄杆的保留或部分保留 其實我們沒有意見 只要如果能夠程序符合 我們也可以再來處理 另外也是針對於李明勇 就是溝通的部分 其實我們的定期都有 針對這個案子 其實我們都有發給各 我們附近的六七八所領長 只是當時反應的那個領長 他打電話說他不出席 他沒有意見 那我們當然 這是我們國務協議員管 責務和代理責任 我如果經過審查又經過覆審 我們一定會跟各領域的領長 做持續的溝通 好 謝謝 各位一樣的 沒有問題 我們再進行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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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p 謝謝 annihil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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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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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